大家好 现在这个天气非常的温暖 我也实在是扛不住了 我把我的外套给脱了 我现在呢 游走在 这是哪里啊 泉州十湿的路上 大街上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才开始装饭 所以我们找了酒店旁边 前方经过路口继续向前 我们找了酒店附近的一家本地菜 想感受一下闽南菜系 因为没有来过福建 第一次来 所以还是想要感受一下当地菜系 可下雨的眼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条街 是在石市的某一条街 然后这里感觉是因为太早了 还是怎么感觉都没开呢 这是不是夜生活比较繁华呀 是不是夜市比较多 那为什么感觉大家都没开门呢 那为什么感觉大家都没开门呢 哎呀 哦 这里有什么 美东山海特产 包括就是我们 要去的那家餐厅 它是一个那种古早 那种美南古早餐 那种古早菜 可以是品尝一些比较当地特色的 一些菜系 对 其实那个菜单里面也有 到下飞机以后 有几个粉丝说的那个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黑什么 什么笋 土笋洞 我看到了照片 没有非常强大的想要去尝试个浴瓦 但是说实话 可能为了你们 我真的会去点这道菜 所以 所以 所以它叫古早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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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到了这个店 武南 武南菜古早鸡 感受一下当地的 这个我很需要 这个我很需要 清热利烟 这个我很需要 这些小的东西 OK这个我要 吐笋洞来了 这是我的 这是里面 我要在线表演 吃一个 我现在要来感受这个图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图 果冻一样的 我看你尝 有人先帮我尝一口 我先听一听 什么味道 我不吃海鲜 除了鱼跟虾 我是不吃这种东西的 但是 我没有任何味 为了你们 为了你们 我愿意尝试 为了你们 是要这样搅和吗 是要这样搅和吗 看我的表情 都要罗尽 你知道吗 我 真的 所以 你看 有点 你 那么 你 我 你 为什么不那么咸 有一种在吃塑料的 好像在嚼那个西瓜 我已经为你们品尝过了 所以里现在有一股酸酸酸的味道 可以来尝试一些 这个凉茶真的很好 非常推荐 尤其是不洗糖的人 就是喝饮料不喝甜的 这个真的很适合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这是特色鸡 不知道特色点在哪儿 就是尝一尝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煎 深藏煎 海利煎 这个是面线 好 这个是面线汤 这里非常有名的面线 很好吃 有点像那种 它是一种自己的 然后给你吃鸡 然后腌入味很嫩 好 飞蛮来了 这个是清蒸飞蛮 飞蛮 在这种 在这种 上海利煎 这个是 鸡 下海利煎 在这种 下海利煎 可以在这种 下海利煎 下面的 下海利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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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好久没有拍这种美食探店的视频 这种vlog因为我这阵子我去看的都是那种养生那种什么爱揪的电影 好吃 这是什么东西摆在了我面前 来尝尝这个昆仙菜 菜就是到了我的肚厂 多吃蔬菜对生肚的味道